主任,有你快递 谢谢 什么呢? 老公,我看到你给我买的裙子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 我想买很久了 你老公是谁啊? 你老公是你肚子里的蝗虫吗? 是是是,大师兄,你什么都知道 有开会了,我得先去做记录 行,行,行 老婆,你去开会的时候把裙子穿上 你知道吗? 记得发照片给我 知道了,你就等着照片吧 先这样,拜拜 各位,我最后再出身一领 这次的汽车召回事件 我希望把坏事变成好事 做好危机公关 重拾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再会 那连到我们先出去了 那连到我们先出去了 怎么样,记好了吗? 当然了,你还不放心 我写小说什么都没学会 打字速度,杠杠的 主任,你这个裙子是新买的吗? 对啊,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好看不? 做些醉 是这样的 咱们4S店面对的都是高端客户 所以他们对穿衣服的品牌和品质 还有品味要求都很高 你又是我的私人助理 但他们面对面见面的机会很多 如果你每天像这样 会影响到他们对咱们的印象 明白吗? 明白 你是不是钱不够用啊? 你要是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 不是,真的不是 你给我工资已经够高的了 要不这样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去隔壁商场买两件名牌的 换上 不好意思 没事 好,你去忙吧 好 老赵 东家 什么情况 最近接了一超级大单 那你不是发大发了 你得请我吃饭 找老胡去,是他接下来了 无所谓接的单 不过饭你又吃不成了 他妈叫您买个套婚纱 行 我知道了 拜拜 小姐 这好像不是上次那天回家吧 抱歉先生 那件已经卖出去了 卖了? 卖给谁了? 他刷卡的时候 我好像看见他的签名叫无所谓 先生 如果您还需要同样款式的 我们一周之内可以给您再调件过来 不用了 我只要那钱 老婆回来了 哎 哎呦,怎么了 哎呀 哎呦,辛苦了 哎呦,你别碰我,别碰我 怎么了 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 我立马明天就杀过你 杀他们个骗 这不是给你买的衣服吗 你看 穿在这上多好看呀 而且也是你喜欢的牌子 喜欢的款式 都是被你忽悠的 你不是说什么高宝的看不出来 跟真的一样 是啊 我一穿上身全世界都看出来了 丢死人了都 有有有什么好丢的呢 多好看的衣服 我就穿不上 我穿着上我跟你说 我就把它穿着 我穿上给你看 挺好看 老婆你看 多好看 多体面是不是 衣服嘛 就是穿身上的嘛 只要穿的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体体面面不就完了吗 你知道我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总裁助理 我每天出入各种高档场合的 他们那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能穿这个吗 我李尚老板一眼看出 假的 他说什么 他说你要是没钱 我可以给你 你倒不是什么 丢死人了都 原来就是因为李尚是吧 这李尚什么东西啊 多好呀 他给你钱你拿着 拿着买一身名牌 你嫁给我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没钱 我买不起 这是我花所有钱 给你买的一件衣服 假的就是假的 就是A货 你就这样 让你的李尚老板 给你置办一身名牌 然后再给你配一辆凯迪拉克 让你每天来来去去 有车送有车接 多好 说什么呢你 那是什么 那是我在跟你重复一遍 你找你的李尚老板给你配一身 干干净净的名牌 然后配一辆凯迪拉克天天 先帮你混蛋 我就混蛋怎么办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道歉 你别想跟我睡了 出去 凭什么呀 出去 出去 这年头连床都不让睡了 滚 好 你怎么睡了 你怎么在这儿睡呢 我就觉得屋里睡得太太闷得慌 我喜欢睡沙发 撒谎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是不是朱莉亚给你弃瘦了 没有 她就 还没有呢 我跟你说 我这两条我看出来了 自从上班之后挣了点钱 你看那个样 哎呀 打包小果的 往家拿东西啊 什么花钱呢 肯定刺激你了 是不是儿子 哎呀 你说你就不挺我的 你当时你说你要是挺我的 尚里尚呢 去上班 不早就挣大钱了 什么李尚啊 你看那李尚 现在把朱莉亚带成什么样了 哎呀 这事吧 我也后悔 哎呀 你说把她整到那去了 你现在咱怎么说 再把她弄回来呀 你 儿子 妈劝你一下行不行呢 你要不你那小说我看你也 坑之别都也整不出来 你要实在不行咱就不写了 妈妈我告诉你啊 这小说我一定能写上 您放心 现在呢 是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得坚持 儿子 你这黑暗的时间有点长啊 那什么时候这黑暗之后能过去啊 快了快了快了 嗯 哎呀 在没成功之前 把这朱莉亚看紧点啊 真的 我是有经验教训 不然的话 哪天 你给你惹点事 给你整一个什么帽子戴上 我跟你说 那妈的受不了 行行行行 我把里面也睡去吃 我撒不尿去憋死了 我撒不尿去憋死了 对啊 我们赛斯店呢 最近进了一批纯进口的车型 价格都在一百万以内 一百万 啊 哈 那个还有没有 再贵一点 有 但是现在没有先货 哦 那是这样的啊 来的时候呢 就想着买一个两百左右的 那既然你们这没有了啊 我到别家看看啊 啊 啊 那个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员工叫什么 那个 朱莉亚 啊 有 困的怎么样 混得可好 都快上我们老板娘了 老板娘 对啊 我们老板喜欢的 他也喜欢我们老板 没准哪天就结了 对啊 路对面的咖啡厅喝咖啡呢 好